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8月11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 農曆年 農曆七月 到七月初八 今年是甲實年 今年是農曆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揭露 這個叫做 是人均收入 香港繼續 持續被新加坡徹底拋離 不單是被新加坡拋離 更加潛在 中東客戶 中東什麼時候會跟香港做生意呢 我也很想知道 連中東很多國家的人均收入都比香港更高 不要忘記了 統計數字是用國家來計算 上一節我們也告訴大家 是英國的全國人均收入 仍然 跟香港相比 比香港低一點 不過那是全國數字來的 所以這一節我們也補充 倫敦 倫敦的數字應該 是 我們也說 是3690多磅 大概之後說完是36000多元 這個數字是比 新加坡更加高 所以你想一下 在香港生活多痛苦呢 是不是 你的薪金 完全及不上歐洲國家 但是你的樓價 還要比倫敦貴 是不是代表有樓一定沒事呢 又不是 因為現在 就是這樣的想法的人實在太多 你也買樓 我也買樓 好了 到最終 真的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 錢從何來呢 現在 樓市 是要正式爆破的 下一節我們先說 是中國大陸 這節要說 是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在等死的 中國大陸現在全國氣氛 你可以用死氣沉沉來形容 而中國大陸的兩大 龍頭房地產 也 接近等於 完全被抄家的 近日 中國內地 東南海政治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話題 因為 Tony說開 讓Tony繼續說下去 我也是主要負責 繼續說其他話題 但是 仍然會在節目上 觸及這個部分 根據我們現在對 大陸的政治的理解 我們有多肯定 習近平出了事 習近平肯定 是忽然之間 你不要說是政變 肯定是他失去了權力 到底失去了多少權力 現在這一刻 暫時未知道 習近平失去權力 對於中國大陸 現在 貧臨失控的狀態 有沒有好處呢 如果 從 失控的角度來說 其實沒有了習近平這個暴君 理論上 理論上 經濟應該理論上是會變好的 但是 不要忘記 雖然習近平 是 徹底把中國大陸這個經濟泡沫 堵爆 但是 經濟泡沫存在 是一直的事情 即是說 習近平是把那個 泡沫用針堵爆 但是泡沫是存在的 而泡沫也沒有可能 是永遠無限制的 即是說 就算習近平 不在 理論上 其實中國大陸的經濟 仍然是會爆煲的 不過 那個爆煲時間 是不明的 到底 可能是五年之後 還是十年之後 中國大陸政府 所推出的招式 基本上對中國內地的樓市 是完全起不到任何救援的作用 事實上 就算我認為 是 李克強當政 李克強能夠 可能是穩定到 內地人的軍心 但是仍然 沒有辦法阻止 整個 樓市崩潰的現象 因為 歸根究底 其實樓市崩潰就是因為 發展商過度借貸 而且 你 興建大量的樓盤 大量的人 賣了 而 各行各業的經濟一旦收縮 其實他們 就是沒有辦法完成了公款 結果債務就是等 銀行 承擔 其實大陸的這種模式 基本上到最終都是 仍然會迎來爆破的 問題是到底爆破的時候 是所謂叫做Hard Lending 還是Soft Lending Soft Lending 通常都是說 爆就爆 就好像 美國 當年的這個金融海嘯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應該還記得 什麼是刺案 什麼是房地美 房利美 美國就是把這個 房地產 再把它 打包 當成資產 變成了債券 變成了所謂的次級按揭 然後 當它是證券化的賣出來 而那些資產是怎麼來的呢 跟 中國大陸 搞債務差不多 把垃圾債務賣出來 有人欠我5億 我3億 收購了回來 即是說我的資產有3億 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有人欠債5億 你用3億 還賺了 如果錢全部追得回的話 那就賺了 而且即是說你手上有3億資產 如果你這樣算 你看看現在 你就知道 因為 每個人都不還錢 全部變成呆壞帳 美國當年的次案就是類似這樣的風暴 當年美國上樓 是不用首期的 舉個例子 你看中了房子 是100萬 你就這樣 就可以買的了 然後 銀行說借錢給你 借了 是100萬 你想一下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會還款呢 他一旦不想還款 下日或這個月沒有錢 錢不知要花到哪裡 然後就開始拖債 然後就把房子也丟掉 不還就離開了 這個是美國當年 次案風暴的內容 到最終這一堆 是垃圾的次級按揭 全部變了災難 需要大規模撇障 上述的例子 很簡單地把中國大陸 現在的房地產市場的問題 告訴你 但是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 那個泡沫 比起我們剛才所說 美國 次級按揭 是要嚴重10倍 甚至乎 是100倍以上的 你想一下 到底會有甚麼後果 如果當年叫做金融海嘯的話 用一些字眼太厲害了 你又用了地震 風暴 海嘯 理論上 就沒有更大的字眼可以形容 現在 中國大陸 如果當年 美國當年 美國叫金融海嘯 其實中國大陸 現在 是10級以上的海嘯 你看看就知道 因為 兩大龍頭 其實 這個尺寸相當之驚人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看碧桂園 碧桂園更加有一個名字 是叫做宇宙巨企 即是說 他的尺寸 基本上 是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跟他相比的規模 當然是說房地產來算 你看看美國當年 房地美 現在被 聯邦政府 接管了 現在變成了美國政府 看看這個數值 這個房地美 當時的資產總值 達到 20億美元 即是大概 是160億 你看回宇宙巨企 你看回碧桂園 碧桂園 報稱在2022年 資產正值 用人民幣計算 是3,000多億 再到房地美 房地美的尺寸大很多 那麼 分別在哪呢 他們的尺寸不是最大的重點 房地美和房地美 現在都是等於被聯邦政府接管了 但是你看看 是中國大陸 兩家龍頭 一家叫恆大 一家叫碧桂月 為甚麼早前 美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 出招 叫中央政府進行救援 就是因為 用美國的方式思考 美國是等於把那兩家巨型房地產 變成了美國政府收購 你看看大陸 兩家 一家恆大 一家碧桂月 兩家 中央都沒有出手救援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 你的債務是無底心塌 根本 沒有人願意幫他們去背 尤其是 在中國大陸 這些獨裁體制裏 第二 可能根本中國大陸 是沒有這樣的能力 是把這兩家公司 收歸國有 收歸國有不是說充公 你背了一家 充滿著債務的公司 說你背了一條數 他可能是背不起 所以也沒有打算 結果 碧桂月 現在的銷售數字 也是按年暴跌的 暴跌得相當誇張 暴跌了足足80% 基本上 如果碧桂月 是不夠的話 碧桂月 基本上也是一定會抹頂的 基本上現在中國大陸 所謂的房地產市場 就是叫做無力回天 就是叫做無力回天 我們下一節又要回到香港了 說完中國大陸 你就知道香港有多嚴重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應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請記得繼續運用 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再播放 加上手動點擊 好 我們今節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户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你們確認會不取消 還真是在那裡 真的嗎? 現在也是在黑池的照片 我們去買一次呼籲的